厄尔多斯一日游是我有史以来最孤独的一日游 我严重怀疑自己是否也像哈维尔一样穿越了 我身后就是厄尔多斯文化艺术中心 这边空空的没有人 整个康巴石的这个中心区域真的太空了 就是修建的非常的不错 但是真的很难见到人 既然是空城 那我就一个人去厄尔多斯博物馆 因为自己没有做好功课 这边周一的话所有的博物馆都要闭馆 然后我运气又不太好 所以暂时离开了 一个人路过俄尔多斯图书馆 一个人来到太华商业街 这条商业街是一个非常适合拍照的迷你火车站 火车里有各类店铺 但是都没有人在 果然一个人包场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 一个人玩尽兴以后 准备前往乌兰木轮冰河广场 坐上了只有我一个人的公交车 行驶在空旷的公路上 下车后先经过广场旁的康巴石游乐园 安静的咖啡杯 安静的过山车 没有人的摩天轮 好孤单 一个人走向乌兰木轮冰河广场 一个人坐在遮阳散下避暑 一个人望着乌兰木轮河对岸的摩天大楼 好奇着那里是否有人在工作 一个人对着天空发呆 一个人来到正处于开发中的东洪孩子湿地公园 享受一个人的大自然 接下来前往附近的厄尔多斯火车站 打算在天黑前离开 又是一个人的火车站广场 一个人近站乘车 一个人的列车包厢 这么美丽的一座城市 快多一些人住进来吧 不要再被称作鬼城了